神祖新聞專輯 商業電台新聞及公共事務部製作 各位早晨 今天是8月9日星期四 這一節的神祖新聞專輯是由陳心儀主持 先講今早的新聞重點 3號強封信號仍然生效 部分地區錄得超過時速100公里的陣風 早上7點鐘 二帶風暴泊布竟然減有成為二帶低氣壓 集結在天文台西南偏南大約40公里 繼續以時速25公里向西移動 正是開始離開本港 但就預料本港今早早仍然受到強風影響 今早早來往屯門去到沙羅灣大澳的杜倫 雨頂灣來往梅渦 平洲旺喜寧州的杜倫都經已停航 可以宣布到 天文台凌晨2點40分改發3號強封信號 清晨4點半至5點半 大駱山和長洲曾經錄到時速超過100公里以上的陣風 熱帶風暴泊布進一步減弱為熱帶低氣壓 相信改發更高訊號機會不大 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莫慶言說 泊布的中心最高風力 熱帶低壓泊布橫過香港南面海域吹向廣東西部 泊布越來越接近香港 隨著泊布靠近 本港各區的風力顯著增強 天氣方面我們預料今天會吹強風程度的偏北風 離岸海域和高地間中會吹裂風 稍後會轉吹偏南風 多雲有凌散的狂風驟雨和雷暴 展望在未來幾日都會有雨 由於本港的風力已經緩和了 所以天文台在今早的11點15分 已經取消了所有熱帶氣旋警告信號 在今天早上11時的時候 熱帶低氣壓泊布 集計香港天文台的西南邊西 大約100公里左右 就要向西移動時速大約25公里 大致趨向廣東西部沿岸地區 雖然泊布正在逐止 但是海面仍然有暗湧和大浪 所以市民應該遠離岸邊 以及不適宜進行水上活動 今天天氣仍然會有雨 以及間中會有些狂風 我們預料在未來幾日來說 都會有雨 其實大家都應該留意到 現在有兩個熱帶氣旋在我們附近 一個是蝴蝶,另一個是柏布 柏布雖然現在離開我們 但是因為有兩個熱帶氣旋在一個 不是很遠的距離的關係 他們的商戶之間仍然有些影響 所以仍然還有一些變數 包括拍布有沒有機會 受到蝴蝶的影響 就會回頭 我們都會密切留意這個情況 我們的風景 今天會發生了 雖然會有雨 和遍遍遍 還有一些渦遍 然後在幾天 會不會有雨 一旦會發生了 第二次風景 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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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會有另一個颱風訊號 在未來幾天 我們有兩雙雷克蘭 在北方分隔了很大的距離 他們在相互相互相互相 所以仍然有可能 帕布會移動回向我們 但我們必須密集固定 帕布進一步減弱後 在內地未有造成災情 而另一個強烈熱帶風暴蝴蝶 上午在台灣花蓮和台東交界的地方登陸後 進入台灣海峽 預計晚上在福建中部沿岸登陸 福建省呼籲民眾防風措施不能鬆懈 之前所有已經進港避風的船隻不得出海作業 所有經已上岸的魚牌工人不得返回魚牌 而還留在魚牌的在中午前要上岸避風 另外浙江氣象台預料 蝴蝶將會帶來大風和暴雨 可能影響溫州、台州和泥水地區 浙江防信抗巷指揮部召開會議 分析蝴蝶的趨勢和影響 會議指出 蝴蝶在近海地方形成 混系範圍比較大 防雨的重點是暴雨 較早時蝴蝶催襲台灣東南部期間 狠凳一間鐵皮倉庫被吹倒 多坡大樹連根拔起 蝴蝶掠過之後 台灣氣象台解除海上以及陸上警報 不過風暴過後出現的西南氣流 在未來4至5天 將會為中南部帶來大雷雨等劇烈天氣 提醒民眾加強防範 我們天文台發現熱帶低氣壓拍部 在今早上來講 有少少向東北移動的趨勢 會逐漸接近珠江後一大地區 所以有見及此 我們在今早上7點50分 再次發出一號戒備訊號 有沒有機會發出更高的訊號 因為這個拍部 逐漸接近珠江後一大地區 所以我們不能排除 有需要發出三號強風訊號的機會 預料最快會何時 我們現在密切地監察著拍部的移動方向和速度 有需要的時候 會考慮是否需要發出三號強風訊號 預計今天的天氣會是密雲 還有有雨 還有有時雨勢會頗大 最高氣溫會是29度左右 吹的風就是和喚至清淨東至東南風 其實這個通常熱帶地氣壓登陸之後再改變方向 這個情況是否都可不可有的呢 這個情況是偶爾會見到的 拍部昨天在香港南面 以一個向西方向移過之後 去到大約是華南沿岸的陽江一大地方 但它在昨晚幾乎停留不動 在今晨今早我們發現它慢慢向東北方向移動 即是走回頭 所以有見及此我們就在7點50分 再次發出一個一號的戒備訊號 拍部昨天晚上在上川島附近 就開始移動緩慢了 並且在今天清晨再度靠近香港 所以天文台在今早7點50分 又再度發出一個一號的戒備訊號 在上午10點的時候 拍部集結在香港的西南 大約是100公里左右 預料是向東北方向緩慢移動 趨向珠江口一帶 按照現時的途徑 今天稍後需要考慮發出3號的強風訊號 而預料拍部的雨帶 將不時影響香港帶來一些狂風驟雨 所以我們預測在今天下午和今晚 都會是密雲、有狂風驟雨 雨勢有時頗大 將會吹這個和喚的冬至東南風 離岸海域和高地是間中吹強風的 短期來說 我們看不到它是一個增強的趨勢 因為它始終是比較接近這個陸地 所以我相信它主要都會是 有機會為香港帶來一些強風 泊布是預計到北方向緩慢移動 其實泊布是被影響到很困難的環境 所以昨晚它開始移動很慢 然後回到香港再次影響 所以我們必須慎盡視情況 在這陸地的環境 根據現場的環境 我們將會考慮到 這陸地的強風驟雨 將會考慮到強風驟雨 再次影響 泊布已經增強成為一個熱帶風暴 天文台也在12點40分 發出3號的強風訊號 泊布現在集結在香港天文台的西南偏西 大約是70公里 我們預計它會向東北的方向移動 時速大約是8公里 大致是趨向香港的 根據它現時的移動途徑 和它那個強度發展的走勢 發布會在今天下午的稍後時間 非常接近香港 甚至有機會橫過香港境內 發出8號列風或者暴風訊號的機會 在現在這個階段是不能夠排除的 香港的風力現在正在增強中 南部的海域和高地 間中是吹著列風的 市民應該現在盡早做好一切的防風措施 也都因為海面有大浪 市民應該遠離岸邊 和終止所有的水上活動 和出零部分 另一點 那盡 一個